很多人将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 被简单地理解成为迎候学生的天性 对学生不能够说不,不能够批评 担心扼杀了牛敦,腰折了外敌生 导致没有原则的尊重,赏色泛滥成灾 更加有人将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 曲解成为无条件满足学生的愿望 遷就同顺从学生 当前,以人为本的理念可谓心为人心 教育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不单只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 在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 而且是不断改进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根本要求 所谓以人为本 还根本上就是要依靠人 为了人,尊重人 敬请你锁定星期六晚上与二台八点钟的天下中横谈 持续协助,看见进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